我是赵曹康 欢迎你来到赵曹康 现场台北股市现在涨92点 小涨涨了92点 台股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呢 跌了168点 美股在星期五还是跌了 道琼跌0.69个百分点 S&P500跌1.3个百分点 NASDAQ大跌2.18个百分点 分支曼大跌2.08个百分点 就上星期五的时候 美股的高科技类股呢 都跌满重的 两个%3%这样跌 欧股三大指数在星期五是涨 涨最多是德国涨1.38个百分点 其他英国法国都涨0.8个百分点 天气今天3月14号了 台湾大部分地区都是多云到晴 明天15号也是大部分是多云到晴 温度北北基19到30度 所以今天北北基最高会到30 降雨距离10 陶祖秒17到29度 中张头19到31度 云嘉南19到32度 高平19到33度 降雨距离都是0 宜兰19到28度 降雨距离20% 花莲18到26度 台东20到27度 降雨距离30% 外岛16到28度 降雨距离0 所以看西海岸 除了陶祖秒最高29度 其他都是30度 以上高平甚至到33度 好像快到夏天 台湾的温度气候真的是这样 冷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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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回暖 回暖是偶尔的 这个会再冷 然后暖 一下就热了 很快 5月就很热 现在已经3月多 4月一个月大概算是比较好天 5月都很难讲 有时候提前热 提前热浪提前来 有时候5月初就开始很热了 所以这段时间天气不错 好好把握 俄国跟乌克兰要再谈判 今天要谈判 他们这个很怪 真的是跟一般很不一样 他们就是说 很快就决定要谈 然后很快就谈就结束 这跟一般的谈判不同 一般的谈判就搞很久 光那个预备就搞很久 准备了 期间的过程 双方人马的准备 然后呢 有时候一谈谈蛮久的 他们这次不一样 就是要谈很快就谈了 然后呢 很快就谈一下就结束了 然后就说没什么进展 下次再谈 但他们说这次会有进展 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不过当然越打下去 双方都累了 所以这个失老兵疲 大家都累了 都累了 如果双方都有意愿 光是一方有意愿没用 要双方都有意愿 就有可能 所以他们新一轮谈判 今天会登场 另外呢 俄军被指控在乌克兰东部 投下化学武器的零弹 欧盟谴责俄军俘虏的 第二个乌克兰市长 乌克兰方面指控 俄罗斯部队在乌东 卢干斯克投放化学武器零弹 根据国际法呢 人口稠密平民区 不准使用白零弹 空旷地区可以来掩护部队 这个就很模糊了 能就能用 不能就不能用 你什么这个地区可以用 那个地区不能用 俄罗斯他没用我们不知道了 他用他一定讲说 我是要掩护部队啊 那北约秘书长说 俄军可能使用化学武器 犯下战争罪 另一方面呢 继俄军绑架乌克兰南部 叫做梅利托波尔市长 之后呢 欧盟强烈谴责又俘虏了另外一个乌克兰市长 东南部的扎波罗热 扎波罗热 就是那个有核电厂那个嘛 地方军事行政首长 什么叫军事行政呢 这是你军人跟文人混在一起啊 他表示 聂伯罗鲁尼市市长被俘虏 欧盟官员谴责俄罗斯 是试图在一个主权国家 建立这个非法替代政府了 就他就搞另外一个人来做市长 周恩斯基也说 你赶快把市长给放了 把市长给放了 在这个时候呢 克里姆林公伦发言人说呢 俄乌新一轮谈判14号登场 遭到俄军围困的南部 港市马利波 预计是讨论的重点 乌克兰谈判代表说呢 俄方变得具有建设性 他认为谈判可能取得进展 但他也说 乌克兰不会在任何立场 做出让步 那你谈判都不让步 你谈什么东西呢 就是谈判前放话 你让你让 你要让 你不讲你你让 我不让 俄罗斯切断 乌克兰海上贸易联系 美英媒体报道 俄罗斯正向中国大陆 寻求军事跟经济援助 对此大陆驻华府大使馆 发言人回应了北约的重点 北京的重点是防止 乌克兰战事失控 另外呢 英国国防部表示 俄军已经封锁了 乌克兰黑海沿岸 切断了乌克兰与国际 海上贸易的联系 英国金融时报 跟美国纽约时报 都报导 美国官员认为 俄罗斯已经向 中国大陆要求提供 军事物资 以帮助 对乌克兰的战争 并且要求北京 提供经济支持 对此大陆驻华府大使馆 刘鹏宇说呢 北京重点 在防止乌克兰战事失控 他说呢 乌克兰战事确实让人不安 但他也说 没有听过 莫斯科当局要求援助的报导 美国官员警告 如果中国大陆采取措施 帮助俄罗斯逃避制裁 北京将面临后果 报导还说 有迹象显示 中国大陆可能准备提供协助 另外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跟波兰边境附近发动攻击 并呼吁随着战争越来越接近北渊家门口 停止这种远蛮行径 另外一方面呢 英国国防部指出 俄罗斯海军已经封锁了乌克兰黑海沿岸 有效地将乌克兰跟国际海上贸易隔开 切断乌克兰跟国际海上贸易的联系 就是黑海是乌克兰出海口嘛 他给你封锁了 你就跟外面没有什么联络了 不可能有什么联络 我只能从陆路 从波兰那边走 大概是这样子 那当然 这些北约跟美国国家 因为他有送很多武器给乌克兰嘛 那俄罗斯就说 我要把你这个送武器的条路给你炸掉 那你不能送 你们这个送武器就是一种挑战 那现在海上如果先封锁 那只有从路上送 有没有可能被炸 那些人不敢讲 反正他就是看起来策略就打打 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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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打照打 那边谈 继续谈 看起来就这样子 那另外呢 俄跟乌 情势紧张 土耳其跟希腊领导人罕见会晤 土耳其跟希腊 关系一向不好 不过由于俄乌战争 情势紧张 土西连国领导人罕见在伊斯坦堡会晤 强调 在建架欧洲安全方面负有特殊责任 希腊总理 米佐塔基斯跟土耳其总统二段 周日在伊斯坦堡共进午餐 对关系不佳的两国来说此举相当罕见 此时会商也受到国际关注 土耳其总统府号表声明 指出土耳其跟希腊两国领袖商讨了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与国际情势等问题 尽管还存在旗舰 双方同意保持沟通管道畅通 并改善双边关系 两国因为对东地中海海上的边界各有主张 关系始终紧绷 土耳其总统埃尔断强调 相信双方将采取有效做法 以解决爱琴海非法移民等问题 开放双边关系的心意 此外在欧洲之旅降低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此刻 土耳其跟希腊预计在能源方面合作 包括一条穿越两国输送亚赛拜仁天然系 到西欧的新建管线 土耳其跟希腊其实很近 你看那个图 我坐游轮 几年前现在很久没出国了 我坐游轮就是在土耳其上岗 土耳其上岗 然后从土耳其就游轮沿到希腊的各岛去 所以你看 他就是从土耳其上船以后 在港口上船 然后这个游轮就沿着希腊 希腊很多岛 那你不可能所有岛都去了 就是跳几个岛到希腊 那希腊人对土耳其没什么好感 你就都可以知道 你到了希腊去 他们就是会笑土耳其 因为土耳其位在欧亚的中间 他有一条桥跨过波斯普鲁斯海峡 那他们就 你在桥这边是亚洲 到那边就变欧洲了 土耳其很多地方真的很像欧洲了 他事实上有一块就是欧洲 那希腊当然是欧洲 所以呢 希腊人对土耳其人 还流露出那个没有很满意的表情 这个没办法 土耳其人呢 还要去笑那个黑海的人 可可能还笑那个乌克兰那边的人 这也很不解 他们常很多笑话 我到土耳其 土耳其他们讲很多笑话 都是笑那个黑海人 觉得那边的土土的 傻傻的 笨笨的 没见过什么世面 不像他们 那希腊人又不太喜欢这个土耳其人 就是这个 当然跟宗教有关系 因为土耳其人信伊斯兰教比较多 所以 现在 这个土耳其跟希腊的领导人会晤 他们说很罕见 也就是说 大家看到乌克兰跟俄罗斯上打来打去 都会想很多问题 第一个是能源的问题 都靠了他天然气 靠他的油 靠他煤 这打起来怎么办呢 这是一个 所以今天媒体有说说 芬兰开始使用核电 核电厂 就很久没有有新的核电厂 设立 人家反对 怕 一个是出事 大家都怕了钥匙 主要一个地方 那时候车路比尔错事 出事大家下钥匙 那比较严重 后来三厘岛出事 大家也下钥匙 但三厘岛其实没什么太大的灾情 然后福岛很严重 就每一次出 其实全世界核电厂那么多 只要出一个 大家都很紧张 很怕 那所以欧洲已经很久停进核电厂 那芬兰现在又启用 他们说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减少 现在找一个新理由 就减少对俄罗斯 天然气的依赖 所以我用核电 不依赖他 不依赖他的这个天然气 等等等等 没关系 找理由吧 我们修一下 我是朝浩康 为你回到 早朝浩康 时间内心 美国记者被 俄军 枪杀身亡 那个车子里面 还有另外两个记者 受伤 但这个死的 打到脖子上 那俄军打他们干嘛 他拍摄 乌克兰平民逃难的 这个纪录片 美国的一个 大概电影人 他也是记者 他拍的电影 可能有很多战争的 这个叙述吧 瑞诺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 四交工作 被俄罗斯军人枪杀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苏利文说呢 如果真有这个事情 是普丁俄军 暴行的又一例证 根据俄罗斯内政部 乌克兰内政部消息呢 美国获奖电影人 兼记者瑞诺 在基辅四交 搭车准备 前往拍摄 平民逃难画面 通过检查 哨死呢 在车上 遭到俄军枪杀 英国卫报报导呢 瑞诺 警部重弹死亡 先前传出于 他遇害时身上 带有纽约时报的识别证 一度认为 他是纽石记者 但是报纸了澄清 他当时不是在 为纽约时报工作 那 美国国家安全 过问苏利文呢 说呢如果真的有记者 美国记者被杀 很震惊 也是报纸的例证 瑞诺呢50岁 过去呢 他跟他的兄弟 叫格莱克 搭档的在伊拉克阿富汗 拍摄影片 他这个人就喜欢去占地 因为了 不过他因为一部 芝加哥的学校纪录片呢 获得PBody奖呢 这是广电的普利之奖 乌克兰内政部长 也发表声明 说呢 这个证明了侵略者 冷血无情 哎 这个记者 有的时候风险蛮高 特别他们这种 战地记者 你不要说他们 我看我们 有时候我以前 常常有这个演习 有没有 国军就开始说 我要打工哪个阵地 要用什么新式的 这个武器的呢 还没攻到 记者已经先上去了 我看好几次 摄影机的跑比 国军还快 他们一样爬上去的照相 才能 才能照到你这个冲锋嘛 所以他们动作很快 很辛苦了 我曾经受 受邀到美国 这个National Press Club 叫做国家 剧者 俱乐部 在华盛顿DC 台湾 不要说台湾 就是中华民国 能够到那个 俱乐部演讲 其实非常少的 我之前好像是 蒋夫人去过 很少人在那边 能被邀请到 那个俱乐部去演讲 那我那时候立委 到刚好带一个 游说团到华盛顿去 他那个 俱乐部就 墙上有很多的照片 很多的那个记录 就是他们的记者 就是不是他们了 就是记者在死掉了 因为采访公众死了 大部分都是 都是占地 很多 一个战争下来 死很多记者的 他因为很多时候 占地记者 你要跟那个军人 是一样子出 一样去冲锋陷阵 跟他们一起工作 不然怎么拍得到 我本来这次就觉得 这次的战争很奇怪 跟以前战争都不太一样 这次就看到 好像似乎是一个新形态 就网路上报道的 好像比那个 实际的战争报道还多 网路上 你看那个 泽顿世纪 每天出来讲话 对不对 讲到话 很一篇一篇 蛮能打动人心的 看到网路上 很多东西 但是实际上画面 我没有看到很多 你看到都是 打完以后 这个楼被打掉了 那个楼被打掉了 大概就知道 那也有一些 难民的画面 但也不多 美国以前去打别人 那是有画面的 大军轰炸等等 那再找一些 像二战的时候 你看中国被日本人 怎么屠杀的 怎么屠杀的 那都是有画面出来 这次好像不多 我看过来 看过去 我们的本来就少了 国际气候 你去看CNN等等 通常都一个记者 离那个战争很远 五公里以外 昨天我看 五公里以外那边怎样 十公里以外怎样 没有看到那个现场的那种 即时的那种 死杀 那种状况 好像看的不多 不知道为什么 是没有这样的场面呢 还是没拍到 还是记者没跟去 还是现在的打法 不太一样 那 所以我昨天我一听说 有个记者 死了 我想哇 这很严重 那到底怎么回事 那么他是要派难民逃难 现在据说了 据说统计 已经有260万难民 那很多的 那为什么把这个记者杀了 不知道 原来说是纽约时报记者 纽约时报是大报 纽约时报说不是 说他身上挂着 纽约时报的记者证 那是2015年的时候呢 给他去 他们很多是特约记者 因为我的记者 不仅会跑到那个地方 而且很贵啊 那就有些暂地记者 他平常就喜欢 在这些危险地方工作 他熟悉那个地方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就等于是 让你做我特别的 临时的这个 约聘的记者 你帮我写稿 或者你写稿 我就可以 我就用 类似这样 那他是2015年的时候 纽约时报要委托他 但是这次没有 所以 他不算是纽约时报的记者 但他也 有可能是freelancer这种 就是 有很多人就是这样 就是那种 我是自由工作者 但是我写的东西 我就给你 给你用 等等 总是蛮令人震惊的 今天 比较例外的联合报 跟中国什么的头版 都没有 头版头 都不是讲战争 看起来战争训 战争的消息 慢慢顿化 你从这些媒体的头版 你就知道 到底他们重视什么 我们需要再回来 我是赵好康 欢迎你回到 赵少康 时间的现场 台北股市 现在上涨 59点 中国时报 头版头是说 如果台铁公司化的话 说呢 他有4000亿的资产 再小的车站 都是精华区 开发价值 可望翻5倍 所以古迹2027 债务就可以打平 那不是很好吗 那不是很好吗 台铁对了 台铁地很多了 因为以前 他铁路经过的地方 可能都不是 那个市区里面 都是比较边缘的地方 但是边缘地方 现在也变成市区里面了 这变成很精华的地区 你记得那个时候 台铁不是经过 我看在光复南路那带 有没有 光复南路那边 是一个往下走的 就是怎么讲 一个怎么形容 就是像地下道一样 往下走再上来 上面走火车吧 那后来就打 就移除嘛 那后来就 要不然就是铁路地下化 铁路往地下走 上面给人车走 而不是上面给铁路走 下面给人车走 那为什么上面给铁路走 因为他在那边很久了 你交通话还没有发 你都市计划 还没有发展 那个地方的时候 你就在那里了 像那都是很多钱的 那你比如说像 台北的这个台北机场 飞机 不是飞机 是铁路的机 机械的机场 在哪 就在巴德路那边 有没有 我看基隆路 主要是在基隆那边 基隆路 然后跟南京东路之间 那一大片 后来被化成什么古迹之类的 那个地方 我也不懂 那叫什么个古迹 他们说那很伟大的地方 古迹不能开发 你把台铁害死了 那地方如果能开发 台铁也可以赚不少钱 收入不少钱 就可以去进行改革 那这被卡住了 有些专家说 那个就是古迹 就不能动 不能动 那我现在也没看他干嘛 如果不能动 你把它稍微保存 然后现在 好像也没什么 特别的发展 你说真的做一个 什么铁路博物馆 什么给大家去参观 也还好吧 那现在好像也没看到 什么东西 反正那一大块 那片蛮大的 就是他台铁的地 大概还蛮多的 他们说如果真的开发起来 可以翻五倍了 我也相信 他不止五倍 但因为他又是 公家机关台铁 所以也不能不服 不听政策 所以就 而且也没人去争 你争了干嘛 争了对任何人 也没什么好处 好吧 你就不行就不行吧 看起来是这样子 联合报登的是说 外岛空防用信号枪 就是因为上次 上个月 不是有一架民用的 叫做运12飞机 到马祖东引上空吗 引起大家的瞩目 所以东引上空也是个 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地方 那怎么都没有人管这事情呢 军方后来还说 空防跟情报传递无语 这没有问题的 等等等等 后来就人家讲说 我们这是空防 是不是有问题的呢 那当然对他们来讲 困难说 那如果知道 来了一个这样的 一个不明飞行 或是知道是大陆的 军民两用的 这种东西 你怎么样呢 甚至就算来个军人的东西 你要打他吗 打他会不会 两样硬气战争 我们不说不发第一击吗 不发第一枪吗 那你打他 不就发了第一枪吗 他又没打你啊 他只是进来了 那怎么办呢 但他又挑战你啊 你怎么知道 他不会突然就打你呢 所以你只要有备无患呢 所以现在就说呢 用信号枪吧 用信号枪 因为如果说以这个 炮射控雷达造明的话呢 就会让人家看到你雷达部署在哪里 他说没事就派几个这种 那么强烈的民航机来 你就暴露了你的所在 所以现在就说呢 信号弹 就是我知道你来了 你看我都发信号弹上去 但信号弹呢 基本上也不是什么军用的 什么可以毁灭性的东西 它就是个信号嘛 想来想去大概 想了这个办法 那所以媒体说他呢 做法罕见 干脆像是放个冲天炮船 我知道你了 但是呢我又不要暴露我的空房 这些设施的位置 雷达的位置 我又不想一起战争跟争端 我又不能让你觉得我通通不知道 所以呢我就发一个这个讯号弹 让你知道说我知道了 你赶快走吧 意思就是意思 好那么这是联合报的头版头了 都不是乌克兰 中国时报在头版的下面有 说呢俄军逼近基辅市中心25公里处 乌克兰强调持续战斗不投降 这个讯息是很混乱 我上个礼拜就已经看到 我们离25公里了 最早说离35公里 然后呢后面绵延不断的 这个车呢在那边呢集结 但是没有行动 记得吗 然后呢 昨天我看到说已经到了5公里了 那今天又变成25公里了 可见他又几种可能啊 就是说他包围基辅 所以有的可能已经5公里了 有的可能在25公里 这是我想为什么消息那么混乱 那有的就用最靠近的 有人可能是用大军最靠近远一点 有人是那种先头部队就靠近 可能是这样 所以反正看起来他们就是往基辅挺进 那今天第四轮谈判 第四轮谈判呢 说在哪里呢 双方各有所选 后来呢现在说在耶路撒冷 因为以色列的总理神经表示过 愿意来调停 那既然你愿意调停 我们就放你耶路撒冷吧 而且耶路撒冷是圣城 是圣城 有他特殊的意义 就是说你看上帝就叫我们不要再打了 赶快和平吧 他说耶路撒冷这个圣城也争夺来争夺去 争夺了很多次好几次 耶路撒冷有个枯墙 他们很多人都塞给上帝的讯息在那个墙里面 等等 那我去那边的时候也不能免 所以塞了一些讯息进去 那这第四次他们说比较积极 说俄罗斯比较积极 乌克兰说 那换句话前面三次俄罗斯不太积极 谈谈谈谈谈什么谈谈 我们提出五个条件 说这次俄罗斯比较积极 所以有可能达成什么协议 我是赵好康 欢迎你回到赵少康 谁的现在 不过是现在上涨12点 比刚刚涨的少很多了 会不会反转下跌 我再看 是涨3点 不太妙 美股上个礼拜五表现的不好 尤其高科技那股跌蛮多的 林文报的头版的下面是讲 台湾变成一个失控的宠物岛 因为这些宠物走私了 繁殖了 销售了 然后弃养 说很多 说近五年来光销毁的就 有超过一千只 一千零四十六只 这么多 那抓到都是少数了 没抓到才多呢 我有养个小狗 其他没养什么特别东西 但显然台湾人除了猫狗以外 爱养的东西还蛮多的 大部分可能都是家里面小朋友了 他有些学校看到同学养了什么 就好可爱啊 好可爱 他要养 那养你也知道那小孩没耐心嘛 他要养 就是父母在养 他拿时间去养啊 那养养养养养 他就没兴趣了 那没兴趣了 你怎么办呢 一种是没兴趣还得养啊 你要负责啊 一种就乱丢 宠物猫啊狗啊 是他们说还另外叫做特殊宠物 就是猫狗以外的宠物叫特殊宠物 说台湾呢 有100万家户饲养 这也不少 就你除了猫狗 猫狗不算 现在很多人喜欢养猫狗 就是猫狗以外的宠物 台湾有100万户 台湾一共才900万户 这10个家庭就一个在养 猫狗以外的宠物 这还真多 真的很多 那所以呢 就商人就有利可图嘛 就进口 进口几个问题啊 第一个就是说 你进口 第一个他从哪里进口 你也不知道 对不对 台湾很多的养殖场 这种进亲繁殖 因为他拿那么多远亲啊 他生来生去 公的母的配对 配来配去 就变成进亲嘛 这是一个嘛 那你说进口 是不是就是非进亲 也不一定 对不对 你进口也可能 也就是国外的养殖场 也给你搞进亲 也说不定啊 你不知道了 这是一种进亲呢 他这个小狗 有问题就会比较 不是小狗 小宠物 有问题就会比较多嘛 就各种病啊 等等乱七八糟 这进亲 甚至猫狗都有 因为进亲繁殖 所以有很多什么 生下腿就不好了 有这个问题啊 那个问题啊 等等 健康的 不多 到最后都变成某种 程度的进亲繁殖 那另外就是母亲啊 就母性呢 就被一直不断的生产 不断的让它去生产 然后呢 到时候生没有了 早摔了 生不出来就把它丢了 没用了 就把它丢了 蛮可怜的 那他们就举例子 比如天竹鼠 所以有一段时间 大家很爱养 那现在呢 慢慢慢慢不流行了 就不养 不养了 也是很大问题 就在野外 那有些野生动物呢 野外是可以自己生存的 不需要你怎样 有些可能就生存不了 那还有些呢 什么福寿罗 当然福寿不是宠物 老子举例 就变成非常强势的物种 几乎没有天敌 哇 越长越多越长 也把我们搞死了 真的那个田里面 很可怕 搞死 所以他们一方面 也有提供任养的 可是问题是 这种事情就是这样 当你不流行的时候 大家都不养 这真奇怪 流行的时候 大家都在那边养 你养我也养 我养他也养 大家看着 不养的时候 就觉得说 这个不过了 过了 也不想养了 小朋友可能也不比了 所以也不养 所以要养宠物 真的要很小心 不能轻易 因为他倒是 还是一个生命 你始乱中气 你开始乱七八糟 最后就把他丢了 丢的问题是 问题就来了 第一个 他也是个生命 对环境 有些会造成蛮大的影响 好 那么 回到俄罗斯跟乌克兰 到底会打到什么时候 当然也不 也许不会打太久 但是你说马上就停 要看吧 就看条件 谈得怎么样吧 联合报今天有一个 装益叫 装会加写的 他用两个人的话 一个是Freeman 一个呢 就是Sanders Sanders是美国参议员 大家知道 曾经 这个在民主党竞选总统 但是 虽然民调还不错 但是 大家没头 他因为觉得 他太社会主义了 他说 这个美国 是伪善的 他去投诉给英国 不知道为什么投诉 为什么不投诉给美国 他 投诉英国 他说呢 过去200年来 美国呢 不是搞这个门罗主义吗 门罗主义 就是呢 各管各的 美洲是我的 你们通通不可以来 影响到我 所以美国为了搞这个门罗主义 颠覆推翻了十几个政府 最有名的 1962年 古巴 俄罗斯 预备去部署 飞弹 盖兰迪说 这个不行 所以呢 差一点 跟俄罗斯 爆发核子战争 记得吗 大家都记得 对不对 他说 好吧 你们现在骂普丁 就算俄罗斯 不是由普丁来统治 就别人来统治 他也不能容忍 我们让北约一支 东扩啊 他就算墨西哥 如果说 墨西哥跟美国 敌对的国家结盟了 那美国会不不在乎吗 美国很在乎啊 怎么会不在乎呢 你在乎可以 那俄罗斯又不能在乎吗 这是Sanders的讲法了 当然在美国现在这个政治不正确 我们细节再回来 我是赵好康 欢迎你回到赵好康 时间的现场 刚讲 就是说 今天联合宝一篇 美国当然都没有责任 对俄罗斯跟乌克人战争 他用两个人 一个就是Sanders讲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裴里 裴里 做过美国的国防部长 Freeman说呢 这个裴里当时就讲 质疑了 所以你北约一直这样 往俄罗斯那边去扩充 到底对不对 你知道 因为苏联刚解体的时候 苏联很衰弱嘛 美国就开始让北约 扩张 纳入东欧国家 这个方向可能是错的 那当然是看你怎么看俄罗斯啦 就你如果觉得俄罗斯 就是一个邪恶国家 像雷根讲的邪恶国家 你当然要防他嘛 他有一天再壮大 会不会对西方又构成威胁 所以呢既然他现在弱 魔鬼现在既然已经衰弱了 就赶快把他打他 所以肯南呢 肯南曾经做过 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 那也是美国对苏联的 这个政策专家 他就说 苏联解体呢 是一场推翻共产政权 迈向民主的伟大不流血革命 也的确 那时候苏联能够整个垮下来 能够没有靠着流血 什么哥巴基夫啊 等等耶尔卿之类 就好吧 你们要干嘛就干嘛了 那这是不容易的 就是他也许衰弱了 但是他压制老百姓还是可以的 你不要看他 他关门打狗 他是有这个能力的 他也没 所以这种不流血革命 是很不简单的 他说呢 这个美国却已经 就说俄罗斯那个时候 已经开始跟美国要开始合作了 俄罗斯甚至觉得 北约有可能成为朋友了 北约跟华沙是对异的 现在也不一定要当敌人嘛 我已经没有了 我跟你做朋友 俄罗斯认为可以 但是呢 北约就一直扩 一直扩一直扩 一直去威胁俄罗斯 他说呢 美国呢 虽然俄国已经 苏联已经革命了 跟以前不一样 已经其实是 这个迈向民主 总统至少是民选的 但是美国还是把俄国说成 很想攻击西欧 再推动北约东扩 他说这样的话呢 等于是背弃那些 推翻苏维埃政权的人嘛 你比如说戈巴契夫 他当时好 他等于是让苏联解体的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一直东扩 你等于背弃了戈巴契夫 戈巴契夫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我们外国人是觉得他不错啊 俄国人听说恨他的很多啊 就觉得说他等于把 往日光辉的苏联 搞成今天这样子 大家都能欺负他 大家都能够去 不尊敬他 就被你们搞的 也就是说 这些人 他等于是把苏联解体了 等于是他们 那结果解体以后呢 被你们这样子欺负 等于是背心的一些人 这个肯南这个意思 他换句话 对俄罗斯有好感嘛 就是这样讲 他俄罗斯当然会做出不好的反应 然后主张北约扩张 就会说俄罗斯人就是这样 就说我知道 我这样做呢 你就会有一个反应 那我就会讲说 你看我东扩没问题吧 他就是这样啊 对不对 就像今天大家去骂普丁一讲 他就是这样啊 坏啊 你看还好我们东扩了 否则还得了吗 那他不是要西扩了吗 一直是这样 所以这东西说 真的 很难讲 就是说 俄罗斯因为他不再怎么样 他今天去攻打人家 都会被批评嘛 你没有事情去打人家干嘛 你这个国家 你要去占领啊 你到底怎样 要扶植一个傀儡政权啊 怎么样都不对了 但是呢 就有可能就是 你看他就是这样 他这个狗改不了吃屎 他本质好没有变啊 说我们是对的 我们不这样的话呢 那他早就有怎样怎样 就这个意思 这国际这种事情也没办法 他第一个是有立场 这个西方有西方的立场 那第二个呢 就有政治正确 这样做政治正确 那样做政治不正确 都有关系 苏贞昌最近的表现 这很怪异 而且他很强词夺理 苏贞昌 第一个他把行政院长 这个形象就搞坏了 第二个他把律师 这个形象也搞坏了 大家你看就是 这个律师口才很好 就这样子 乱骂一通的 联合报今天的社论奖 是他是史上 最没有品的行政院长 历史上最没品 这很丢脸 这跟他一辈子 一辈子这样走 你再做 你不管你 做了什么其他多好事情 光这一点就很难看 你在立法院 你好好答复 老是讲一些羞辱立委的话 你不是在立法院吵架 而且我们也不是内阁制 内阁制会针锋相对 为什么 两边都是国会议员 你是国会议员 我也是国会议员 所以会比较激烈 但是也都很尊重 也不能用这种 侮辱人的讲法了 我们因为不是 内阁制国家 所以议员是选 民选的 你官员不是民选的 所以你就要更重视民意 以前行政院长 还要立法院行使同意权 制造一些间接民意 现在连这个都没有 人家就选出来 人家代表民意讲话 你就可以具体力争 而不需要这样去羞辱 这些国会议员 你又忘掉你的身份 实在是很不好 而且我觉得 他真的是嘴巴比脑袋快 你讲那些东西不合逻辑 人家问你 能不能保证不停电 他当然是显然不能保证 那你就说我不能保证就是了 我尽量做但我不能保证 很多事情我是不能保证 我不能保证不出车祸 我不能保证出车祸不死人 我保证什么呢 我也不能跟你保证说老公不会打 我只能跟你讲 他打来我尽量防卫我们自己 你只是这样嘛 对不对 你要我保证我保证不了 这个也没什么 他为什么要你保证 因为老百姓怕停电 所以问你 那你不能保证 你讲为什么不能保证理由 都可以啊 就讲人家嘱咐 反共大陆 我什么想也想不懂 反共大陆这有什么关系嘛 意思就是说 你祖父也说要反共大陆 结果有反嘛 那问题 蒋介石也没有保证要反共大陆 蒋介石有保证过要反共大陆吗 我们不记得 蒋介石要保证反共大陆 对不对 昨天还 意义未尽前天吧 还去骂这个 蒋介石街头小混混 蒋介石怎么样 他也不是个街头小混混 今天蓝营 有点担心他选台北市 就觉得他没有那个霸气 霸气不够 他如果真是街头小混混 蓝营搞不好还比较放心呢 他不是街头小混混嘛 他怎么会是个街头小混混呢 他思思混混 讲话完全不是个街头小混混 你就是那你没有理了 你就是好吧 那天我也许 这个我也想 我也希望不停电 逼急了 我也有点急 也许呢 讲话不够礼貌 这也是一句话嘛 好吧 我们时间到了 谢谢你的收听